国歌奏起 皇家军乐队名放20名响礼炮 在国家元首穆罕默武士的主持下 第十四届国会第一期第一次会议 正式掀开序幕 元首接着开始检阅一招队伍 场面庄严肃目 作为BNT要换政府之后的第一次国会 一众国会议员们是一身帅气官服 头戴搜狗 出席开幕仪式 虽然场景依旧 但却也物是人非 除了有记者熟悉的YB们 还有更多的是首次升级当国会议员的新面孔 按照传统开幕仪式之后 接下来就是国家元首发表遇词的环节 可能是新国会新气象 国家元首今天的心情似乎很好 一入场就大抛小单 椅子坐定定 别乱跑 这句话立刻引起酬野议员们通膛大笑 就连陛下本身也笑了出来 执政61年的国阵 现在换边座成为了在野阵营 昨天第一炮就连同一党议员上演小闹剧 集体闹离席 那接下来的在野之路要怎么走 不妨来听听昔日的过来人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建议不敢讲 可是我希望的就是看到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 最重点就是在于说 我希望说我们朝野政党 能够有更好的合作 曾经的国会反对党领袖 林吉祥是劝告坐在对面的国阵 要做一个诚实的在野党 而曾经的国阵部长凯利也说 他已经调整好心情 准备担任好反对党议员的角色 给我作为了 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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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目标是 确认证 选择 选择 公司 可以进行 但可以进行的 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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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了